怎么了 前几天耍腕伤的 你得帮我个忙 来 你看我干嘛 又不是一次见你 马上出去吃吧 家里气氛也不好 我有事跟你说 不行 我有约了 约谁啊 你这样吗 早都说好了 可不是你马上啊 那也得分个先拉后刀 那你最起码能够告诉我了 你约了谁 我也知道我派在谁的后面 我约了孙太太他们 早就说好专业一起吃吧 那好吧 那 我就派他看后面 起这么早 我去上班啊 今天是上海竞标 宣布结果的日子 我这个设计总监肯定得在啊 帅哥哥 你要不要带我一程 走 今天是星期五吗 对啊 星期五 怎么了 我约了宋太太他们 早就说好周末一起吃饭 我也不知道 他是怎么给我太太下的 迷魂汤 就我一个劲地说他好 说什么 平常喜欢搞点慈善 周末总是去福利院 给孩子教书 陈寗峰 哎 哥 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 老师不想上班的话 我给你放假 这次是旅游 赞点新闻 我给你放假 周末总 你干干嘛 一会儿设计院也会来人 你不怕是陈寗峰 我怕他干嘛 我又没对不起他 再说了 公是公 私是私 难道陈寗峰不喜欢我 我还不上班了 那想他最好 赶紧你找到 哥 你别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 你爸还吓人呢 你别忘了啊 你得是答应我 要找陈寗峰谈一谈的 在这之前呢 我也答应你 尽量不耍小脾气 正乖 你脱人呢 江总 江总 我 上次说我不对 我道歉 陈先生 你用不着道歉 我们现在是工作关系 公事公办 好吗 祝你投标顺利 哥们儿什么情况 那咱们不会被出局了吧 没事 谢谢你啊 帮我联系徐教授 要不然的话 孩子转院 肯定不能这么顺利 跟我客气什么 虽然情愫不招人待见 但孩子是无辜的 这忙我必须帮 谢谢啦 对了 还有一件事情要麻烦你 这个药 你得帮我化验一下成分 没问题 你怎么了 怎么开始吃药了 这药不是我吃的 我回头再给你解释吧 我今天该给服务院的孩子上课了 先走了 去吧 去吧 好 专门 经过我们董事会的日人讨论 下面我宣布 此次项目中标的单位是 海华设计事务所 好 这不欺负人吗 明摆着我们这个设计 比海华好 他不是一丁半点的 我找江村去 算了 算了 结果在我意料之中 你说你跟江博 闹什么呀 这标搞不定 你连我也给 拉下水了 陈里商 妈 这件事我一人送 是一人的 我扛着好了 又不敲蚊子吧 哥 你什么意思啊 你为什么要把 建筑设计研究院 踢出局 我不相信以你的眼光 你看不出来 他们比海华好 我不可能让你 再跟泰勒做吧 这也是为了你好 我也不可能让那个小子 有迹可乘 哥 你这话 是什么意思呢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呀 其实我已经去找过陈一胜了 我让她离你远点 人家都说了不喜欢你 做什么也没有用 不要强求 而且她接近你 你敢说她不是 为了这个项目吗 哥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但现在全公司的人 都知道我在追她 你这么做的话 人家别人会说我 假公济私的 这样多丢人哪 假公济私就假公济私 我都不怕 你怕是吧 再说了 这么大的项目不得而喜 她一开始抱着目的接近你 她就应该想到 有今天的结果 我知道你这是为了我好 但是你也应该实现 跟我商量一下 好歹我还是个设计总监呢 好 既然你这么说了 我就问问 你平时认为 她有能力承接我们的项目 你机会都不给她一次 你怎么知道她不行啊 不是我说她不行 是爸说她不行 有什么事你跟爸说 你 怎么想起来 来这福利院了 那天宋贤在海边说的话 你都问完了 你不觉得奇怪吗 你说秦英素当老师 我也觉得奇怪 我以前啊 只听说过秦英素 逛街喝茶刷卡消费 还不知道她 可以交出预言呢 世界变化得太快了 进去看看 井出品 你走 势 船 势 你吃 你吃 لو 你吃 喝 你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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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 你吃 好 好 啊 还不过呀 天哪 清楚 还会弄我了话吗 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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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躲什么呀 弄得跟作子一似的 我也不知道 你既然 既然你不想让她知道 你来干什么来吧 你什么时候 添着这偷窥的爱好啊 小眼神 怎么说你也是 江家的大少爷神人 地产公司的老板 你说你拉着我 跟从你老婆 不是 你现在玩的什么花样 可能什么 爸 行 喂 爸 你到刘养院了 我了 你爸 江村 江村怎么回来这儿呢 你说我看错 我 我说你跑什么呀 跟做贼似的 让秦英素看见了更好 你就等于是 老公来探老婆的班 对不对 顺便问问他 怎么就转来性了 他这样我都有点不认识他 别说是你了 我都觉得奇怪 这变化也太大了 那你就更应该当面问清楚 顺便好好夸一夸你老婆 我觉得他从医院出来 好像变了一个人 他到底想干什么 那你觉得他是 变好了呢 还是变坏了 你不用回答我 你自己知道就行 走吧 去哪儿 不还找我 秦英素 认识你这么久 还从来不知道你会画画 你还有些什么 是我不知道的呢 我说小小姑奶奶你不认识交这两盆啊 你把她给交死了 爸 别的也交一下 你别老指挥了 我都不知道该交哪个了 来来你这个 呸你呸你那就好啊 这样吧 对 少量多餐 哥 你来了 爸 您找我 不是告诉我说 上海这个项目 你否了设计院的设计图 还说是我的命令 是吧 爸 我跟您商量过了 您也同意了 得了吧 哥 我可是问过爸的 你这叫假传圣旨 要不是我机灵啊 过来问一嘴 陈领生得被冤枉死 我可没胡说 爸 你忘了 我们当时一致认为 陈领生认识博二的动机不纯 所以我们决定不再用他 而且他的设计确实不怎么样 你什么时候跟我商量过 爸 别的也交一下 你别老指挥了 我都不知道该交哪个了 来来 你这个 你这个 来 来 陪你 陪你陪你就好 好 陪你 这样吧 陪你 少量多餐 哥 你来了 爸 您找我 不是告诉我说 上海这个项目 你否了设计院的设计图 还说是我的命令 是吧 爸 我跟您商量过了 您也同意了 得了吧 哥 我可是问过爸的 你这叫假传圣旨 要不是我机灵啊 过来问一嘴 陈领生得被冤枉死 我可没胡说 爸 您忘了 我们当时一致认为 陈领生认识博二的动机不纯 所以我们决定不再用他 而且他的设计确实不怎么样 你什么时候跟我商量过 你说这陈领生 让他呢 让他自己有才华 有点小成绩 就欺负博二 他人不能用 爸 你跟我想到一起去了 而且我认为 这次陈领生的方案并不出色 所以我建议 这次安排他出去 听你的 这事你看他办吧 这可太好吧 本来那个陈领生啊 就配不上博二 一博二的形子 只要不见面 过几天他就忘了 老师说得没错 那事你看他办 只有一点 别让博二 不要受委屈了啊 不是 那 你真当我老胡说 爸 我告诉你啊 事情啊 一码归一码 陈领生人品怎么样 有待考察 但上海的项目 你得给我严格执行 博二已经把设计院的设计图 给我看过了 虽然没有达到我们的要求 但也比你选的那一家 不知道强多少倍 我答应博二啊 给设计院 再一次投稿的机会 爸 您不能 还要说吗 您是忘了吧 我忘了还是你忘了 阿姨 爸和我哥 安阿姨也在 安阿姨您说 那天正好我跟爸 商量陈领生的事的时候 您也在 您帮我说说 江村 你爸说没有 就是没有 别惹你爸生气啊 就是啊 哥 陈领生怎么惹你了 你这么看不上他 而且再说了 爸已经明确给出 要给陈领生一次机会 你这么做什么意思啊 我这是为谁啊 对 你是为了我好 如果你要是真想为了我好的话 你就不要再参与我跟陈领生的事情了 不求你能帮我 不回我就不错了 行 以后如果陈领生再出什么事 你不要再拿绝食来威胁别人 可以吗 这 波儿 你绝食啊 没有 爸 我跟哥开玩笑呢 闹着玩的 对呀 波儿这个脾气 他就是开玩笑 波儿 以后不许这样闹了啊 知道了吧 你快喝药吧 你少说了 这事就照我刚刚说的那个办 啊 以后不要拿我当枪使了 怎么 来来来 快扶你爸坐下 快 你说 明明是他自己说的 他又不承认 现在坏人都是我做了 是吧 我不知道爸到底是怎么了 你先别生气了 老爷子记性虽然是差了点 可是在公司的事情上 他从来都没错过 你说他这次到底是怎么了 这安阿姨也真是的 真是奇了怪了 不管说什么他都听 那也不能怪安阿姨 安阿姨是老爷子请过来的 老爷子现在身体 都靠他照顾着呢 你说他不听老爷子的 难不成听你的 不是啊 我是理解安阿姨的 不过我确实不理解爸 你这到底什么意思 你说你啊 一个老婆 一个老婆 这一个比一个反复无常 你说你上辈子 是不是欠他们两个 你小烦我 我告诉你 你什么好 你什么事